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大家一直看好的王菲菲和孟佳这一对 重燃女团之魂的组合也被硬生生的拆散了 为什么王菲菲落选呢 难道说她的人气真的不如玉可维 要知道虽然论知名度王菲菲没有玉可维高 但是在现场公布的第三轮个人喜爱度排名里面 王菲菲不仅高过于可维还整整多出了三万票呀 成团的孟佳看着没成团的王菲菲太好哭了 小编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乘风破浪的夏天结束 几个月的比拼 好姐妹王菲菲没有成团 孟佳伤心的哭了好久 孟佳哭着看着王菲菲冲上了热搜 获得千万流量 这两位姐姐究竟有什么样的神仙友谊呢 孟佳和王菲菲曾经是韩国女团Miss A的成员 Miss A是由韩国娱乐公司JYP娱乐 在2010年推出的女子组合 其中共有两名中国成员和两名韩国成员 韩国人气top级的女团Twice的直系师姐团 作为出道十年的大前辈 Miss A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之后两人解约后虽然回国发展 但是同在一国他乡的土地上辛苦漂泊 为梦想打拼过 身在异乡两人互相陪伴 孟佳的身边有王菲菲 王菲菲的身边有孟佳 相互扶持依靠建立起了身后的姐妹感情 可惜的是这个组合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太多的个人人气 回国后两人也只能从零开始 孟佳与王菲回国发展后签约了不同的公司 孟佳2016年回国签约了香蕉娱乐 在MV里面我的性格看起来会比较强势一些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并没有那么强势 而且特别随风飘的一种性格 王菲菲在2019年才回国签约了华仪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 在有一方出差的时候 另外一方就会在网上呼叫对方 每一年的生日都有对方的陪伴 这一次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可以说是一个孟佳与王菲菲重回大众视野 并且获得关注并展现实力的最好机会 当两个人被各个组当作工具人的争夺中 我们也能看到同为女明星的其他姐姐们对她们的唱跳实力的认可 在节目的第三次公演后迎来了孟佳被淘汰 王菲菲崩溃大哭 一边大哭一边不停地问为什么 小编觉得王菲菲的崩溃大哭 不只是为孟佳而哭 也是为自己而哭 在如今的资本社会里 实力有时候竟然不能成为一些人成功的工具 实在是令人唏嘘 五日凌晨 孟佳成团并且获得了2020浪花最喜爱宝藏姐姐 王菲菲发微博 让大家为她加油 她说 孟佳带着我的爱往前跑吧 这是约定 最终成团的几位姐姐将加盟 姐姐的爱乐之城 开始玩中国打歌旅行 希望她们的神仙友谊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我在等一位美丽的小姐 她迟到了 也期待她们的事业 可以借着这个综艺节目起跳 在大家的祝福声中越来越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